你提要求,我来帮 欢迎收看刺激战场粉丝报第93期视频 收到粉丝艾特的阿山 这次将揭秘无人驾驶之谜 说到无人驾驶 我们不得不说说变形金刚了 大家都知道他拥有自主意识 就算没有人驾驶 也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这就是无人驾驶 那么先看一下原版视频 是否向他所说真的无人驾驶 今天老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小技巧 就是无人驾驶 大家可以看见 我在驾驶车辆的时候 我们的人物并没有在车上 是不是感觉这个小技巧特别有意思 那就双击关注搜查一下 以免视频永久消失 好了,我们教程开始 首先我们随便找了辆车 然后打开地轮车视角 点击驾驶 然后我们关闭网络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一直保持驾驶的状态 直到系统提示战斗服务器未响应 然后我们点击取消 这个时候我们会回到这个主界面 这个时候我们重新打开网络 然后系统会提示你是否重新进入游戏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这样我们就进来了 然后你会发现 我们驾驶车辆的时候 我们的人物已经消失不见了 通过原版视频 我们发现车上真的没有人 还会自动跑 想要解开其中之谜 我们先了解它是如何做到的 我在网上搜索到的方法 大多数是关闭网络 当你进入游戏后 驾驶一辆车 然后关闭网络 紧接着多点击几下恢复网络 再点击取消 然后打开网络恢复游戏 你就会看到人物竟消失了 那么人物出现的这种状况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光子在升级的过程中 而出现的bug 既然是bug与网络无关 我们又何必要关闭网络呢 我们只需要快速点击 两下敌人称也可以完成 这个方法虽然奏效 但方向还是要自己操控 从这一点 我们又何谈是无人驾驶呢 它只是一种视觉效果 虽然你看不见 但敌人还是能看见的 这种教学在实战中毫无价值 那我们就称它为 废柴教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每点关注的可否点下关注 点下关注吧 我是大山 咱下期见